許明春部長直接切割 就是說他不是提拔謝一榮的 那我想這個就是謝一榮心情很不好的原因 他就不願意出來 因為事實上他不但跟許明春交情很好 他也愛護許明春有家 他還幫許明春採購了一大堆禮品 幫他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許明春部長一出來就馬上切割他 所以謝一榮心情當然就不好了 那許明春部長這樣做 當然是因為他想選市長 不過因為市長你這樣子做事情的態度 在你從擔任部長的時候 到現在事情發生 然後你所處理的態度都足以證明說 事實上你連一個這樣的事情 內部的管理 你都是這樣子縱容縱放 然後這個能力是相當有問題 老實說擔任部長的時候就不認真了 還想要當市長 我想是不可能的吧 謝一榮出來道歉這個是為死已晚 不過他本人又也被免職了 你看得出來其實他是相當心性高傲的人 所以他躲著不出來覺得被背叛也是人之常情 那為什麼說謝一榮覺得被背叛 那是因為我們知道謝一榮做很多管理不當的事情 霸凌他的部署 可是事實上他也被人家檢舉 檢舉說他採購這個很多不適當的禮品 然後檢舉他特別關照他的友人 把資源都給他的友人 因為跟他交情頗好 要幫他買一點禮品 採購一些禮品讓部長出去可以送點東西 這是人之常情 但是卻是違反相關規定 違反法律 雖然是人之常情 但是違反法律規定 那許前部長 大家都看到他切割謝一榮 可是事實上許前部長非常的喜歡帶著部署 出去外面吃飯喝酒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甚至許前部長的部長辦公室裡面還有廚房 那我們就看得出來許前部長 他的行為不同於一般的部長 那現在出事了就切割謝一榮 這個謝一榮心裡面他的心情情何以堪 所以他會覺得說我做這麼多狗皮倒灶的事情 還是為了你部長為了你次長 那事實上謝一榮今天會跋扈課誰到這種程度 都是因為第一個他的直屬長官蔡孟良 然後第二個跟他交情頗好的這個許傳聖次長 還包括他在部長辦公室服務很久的許明春 就是這三個最割誰的並不是什麼大人物 就是很直接在部會裡面 部長是他的靠山 次長是他的好朋友 直屬長官蔡孟良是跟他一夥的 所以他當然是割誰和拔戶 那今天就是許明春部長 許傳聖次長寵出來的就是這樣子官僧敗壞 是因為一夥人平常就吃喝玩樂喝酒都在一起 唱歌也在一起 所以他們是幾冠 那現在比較看的 讓人家看不過去的原因是 因為出事了 出包了 只包不住火了 大家相互切割以外 還把責任推卸給王安邦次長 我要跟大家講 王安邦次長在2月拿到那封匿名的檢舉信的時候 他不是督導勞發署業務的次長 督導勞發署業務 說謝一榮檢舉他的這個信函 是應該許傳聖負責的 可是因為蔡孟良許傳聖 跟謝一榮是一夥人 所以他們壓下來了 然後導致檢舉的當事人 透過外面陳情的管道 然後傳給王安邦次長 可是王安邦次長 他因為不是他所督導的業務 他沒有辦法採取任何行動 然後逾越了奮計 去管到許傳聖次長的業務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往上報 因為我們知道許明春部長 跟許傳聖跟蔡孟良謝一榮是一夥的 所以他也沒辦法再往上反應下去 所以把責任丟給王安邦 事實上也是不公平的 因為正規的內部的職場霸凌的處理程序 被壟斷被吃案被壓下來 那就像這一次何佩山部長一樣 他本來其實可以客觀公眾的調查 因為事情發生大多數都不是在他任內 可是他把行政調查的整個主導的業務交給一個 跟謝一榮交情最好的許傳聖次長當召集人 然後還不自知 寫了一個偏頗譚護謝一榮 好讓謝一榮出事以後 還拿著這份行政調查報告 回來倒打勞動部一把 這個就是何佩山部長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他沒有能力把關 他也搞不清楚 還讓許傳聖這夥人 還繼續包庇著謝一榮 好讓這個謝一榮後來律師的信件 然後包括他自己到所謂的號稱道歉的這個文章 都是靠著這個行政調查 回來倒打勞動部一把 這個是非常的可惡的 勞動部勞發術北分數員工 一遭職場霸凌親生事件 越演越烈 被點名的北分數署長謝一榮 被計兩大過免職 不但如此 近期也越來越多勞動部員工 匿名檢舉謝一榮 有媒體接獲勞動不同人爆料 謝一榮超會向上管理 在前勞動部長許明春的 歡送離別會上 謝一榮送了 價值數萬元的愛馬仕絲金 該名匿名同仁直言 他就是送最貴的 但是他用什麼錢不知道 就讓大家很有壓力 對此許明春則回應 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禮物 真的沒有 部長知道這個謝一榮 平常他為人處事怎麼樣嗎 他其實在我部長室的時候 我的觀察 他對同仁是都還蠻客氣的 那也沒有什麼覺得有什麼異常的狀況 那所以他後來到這個分署去當分署長以後 因為我有聽到那些網路上的一些錄音檔 我也覺得這樣的一個領導方式跟這個帶領方式 我想對同仁來講是一定會產生被霸凌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 因為我的處事待人不是這種 所以我有點遺憾就是說 他在我部長是兩年 那我怎麼帶人 我是覺得將心比心 應該我期待的是 從這邊出去 那應該是一個溫暖的首長 那應該讓整個職場的氣氛 那整個職場的環境更友善 更友善 所以這個真的是 對這樣的事件真的覺得很遺憾 部長雖然你剛有提到說 您不是一手這個拔著謝宜蓉 但是有說法是說 謝宜蓉其實跟我們的以前陳菊市長 其實關係也很好 您有聽過這樣子的說法嗎 沒有 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調公務員來我的部長室 借調部長室 我們不會去問他 我就是看他的公務表現 我們這個公司分明 我不會去看 我平常不會去打聽跟同仁說 你的私人的增加背景 沒有 真的沒有 所以我也是昨天從媒體報導 說怎麼他變成局勢 我也是覺得莫名其妙 真的是 這件事情我覺得太無限上綱了 我覺得職場霸凌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正視 一定要去嚴肅面對 那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至於其他的穿著附會 甚至這樣子 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這些連結 我覺得真的不必要 我覺得我們社會 大家當然不捨這些同仁被職場霸凌 甚至同仁也因為這樣的 偶有親身的事情 我想我跟大家一樣都非常非常的 感到非常的不捨 也感到非常悲痛 但我覺得我們事情遇到了應該是 面對問題 把真相釐清 那把一個事實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讓大家能夠去了解 這個比較重要 那其他的穿著附會 我覺得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沒有必要 那但是我覺得對這些事情 我在重申 我覺得職場的霸凌 這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您容忍 那我也對於這件事情 造成社會的紛擾 我也表達歉意 我也表達歉意 謝謝 那因為您目前是在爭取 2016的民進黨高雄市長的黨內初選 那這一期風暴對您個人目前來講 我是覺得真的參選 就一定要面對各種挑戰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平常心裡對 但是這件事情我剛剛講 比較重要的是真相是什麼 那如何預防職場的霸凌發生 我們要還給不管是公部門或市部門 所有的辛苦的勞工 一個友善零霸凌的一個工作環境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